10万个为什么 尽量自己做菜 不要外食就好了 你看它有很多化学的成分 我们都不认得了 那个东西是少买 所以有些菜我会知道 它一定会加很多农药 像是有机什么的那种 就会吸引到我的目光 泡麵不能吃太多啦 其实多少少都有一些防腐剂啦 对的 错的 错的 它已经风干了 所以可能是不用再加防腐剂 我不知道调白牌是什么东西 应该不是 应该是加玉米粉吧 我也觉得很奇怪 像我自己做的 也都有一点黄黄的 没有那么漂亮 餐饮的食品学里面有说 调白牌是一个可食用 胃经是 本身就是有毒的 应该不可能啦 胃经是营养品 假的啦 胃经不会有毒啦 你说好不好开 为了保存 为了口感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量的问题吧 在法定标准之内 其实如果添加 它其实对于香肠 或者是一些加红食品 是有延长它的保存效果的 买回来自己挑啦 买干的 不要人家泡在水里的 应该是不合法 因为它也是算是 加化学食用环米 总而言之 东西不是正常的原有 颜色就是少吃少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